警員在九龍城截查可疑逃人時,懷疑有人企圖搶槍。 兩個警員在制服疑犯時受傷送丸。 兩個受傷的警員分別睡床和坐輪椅在醫院接受治理。 消息指凌晨12點多,警員在賈丙達道47號對開,發現五個形跡可疑的青少年。 於是上前截查,其中兩個人隨即逃去,另外三個人被截停。 期間這個14歲的少年企圖搶槍,當場被債服。 警方抓了3個13至14歲少年,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,全部帶返警署調查。